《山莊日記》 很感謝講故事的邀請 讓我可以在首演的時候 去見證到一個這麼有意義的電影的誕生 《山莊日記》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電影 因為我是一群有特殊需要 或者是殘酌的朋友 他們用演員的身份親身參與演出 所以其實我都很好奇是怎樣的 這部電影是否大眾覺得 一種比較負面 或者是他們有很多困難的生活狀況 但一直看的時候我覺得是很感動 他們演示出來的那種狀態 其實都是有很多正能量 在整個電影中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對他們的未夠了解 所以很感謝製作團隊 拍攝了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電影 他們的宣傳上有一句說話 我未進來戲院看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覺得很有意思 在這裡讀給大家聽 都是我自己的心聲 不求同情 不是憐憫 只需要生而為人的平等對待 將這部電影推薦給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進戲院看你會有眼淚 像我這樣 我有一半時間都在流眼淚 是真的 我很少這樣 但亦有很多很開心的感受 大家看完就知道了 謝謝大家 我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